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丽美食季 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 从中间切开 再切成小块 切好后盛入盘中 小葱切段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放少许盐,用筷子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用筷子搅拌成鸡蛋碎,盛出待用 锅内再倒入油 油热倒入葱段炒香 倒入西红柿,翻炒半分钟 放盐,翻炒出枝子 倒入鸡蛋碎,翻炒均匀 再加入三碗水,盖上锅盖烧开 面粉中加入水,一边倒一边用手快速的搅拌 一直把面粉搅拌成这种小面絮 像这样就可以了,这个时候水也烧开了 把小面絮散入锅中 用筷子搅拌一下,防止粘锅 再下入青菜叶子,搅拌均匀 最后放盐,香醋 搅拌均匀 盛入碗中,一碗热乎乎的疙瘩汤就做好了 又快又好吃 喜欢赶紧试试吧 想看更多美食制作,请关注